3,2,1,0,plus1,2,3,4,5 印度的火箭是烧水的 你信吗? 其实不光是印度 就连阿利亚纳5号 目前欧洲最强大的运载火箭 在它的前几代身上 装的围巾发动机里面 居然也是需要烧水的 是的 是真的把水喷进燃烧室里面的哦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 液体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 围巾药槽里面喷水了 你看 这是一张极度简化的工作示意图 左边两个大罐子里面 装的就是燃料和氧化机了 比如液氢和液氧 煤油和液氧 或者是围巾里面用的煤油和发烟硝酸了 它们只需要混合起来 燃烧喷发后就能完成任务了 这两个步骤分别是在 燃烧室和喷嘴里面进行的 不过想要满足火箭的暴力喷发 进入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机 也必须要足够暴力才行 但正常情况下 从一个底部密封的瓶子里面 往外倒水 是这个样子的 既不均匀又绵软无力 虽然把它换成 自带压力的液氢和液氧会好一些 但本身就是液体的煤油 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它们是一定要靠外力来帮助才行的 这张图中 大罐子和燃烧室之间的这两个东西 就是专门用来给燃料和氧化机加压的瓦轮泵了 不要小看它 它实际上是整个液体火箭发动机上 技术含量最高的东西了 所以在没有能力将它弄出来之前 人们还用过另外一种方式 那就是用别的气体 从罐子后面往里面吹 把燃料和氧化机给挤出来 甭管这个气体是从高压气瓶里面吹出来的惰性气体 还是用燃烧发生器制造的高压燃气 都是可以的 我们稍后还会提到的 现在说回主流的泵腿 所以你看 为了让泵给液体加压 这个泵我们就要想办法先让它动起来才行 主流的思路是 咱们就用自带的燃料加氧化机来干这件事 过程是这样的 从两个机箱里面出来的液体 首先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预燃式的地方混合燃烧 用它所产生的燃气来驱动一个高速涡轮 而涡轮则连着两个泵 于是泵就转起来了 就能把燃料和氧化机暴力的抽到燃烧室里面混合了 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火箭也就能不断往上飞了 它就叫做燃气发生器循环 有些从预燃式里面喷出来的燃气 在推动涡轮旋转之后就直接排出去了 所以又叫做开放式循环 它会降低一点点燃料的利用率 有些则从预燃式里面出去之后 但又回到燃烧是继续去燃烧了 所以提高了利用率 但是也增加了结构的复杂度嘛 它叫做封闭式循环 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非主流循环 叫做电泵循环 因为它是利用电池来驱动两个燃料泵的 但迄今为止只有Rocket Lab的火箭上在使用这种方式 所以它的火箭就被叫做电子火箭了 搞得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以为它的整个火箭都是电去的呢 但其实只有那两个泵是电去的 而且还真没看出有啥优势 推重比嘛小的可怜 估计这就是标新利益的代价吧 哎呀说了半天好像这跟水压根没啥关系嘛 哎马上就来了 那个电泵的处外 所有有燃气驱动的涡轮泵都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何避免被高温燃气给烧毁呢 于是这就导致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思路 我们来分别看看 第一种思路啊 发动机设计师呢 选择把进入预燃室里面的燃料放的更多一些 让没有烧掉的低温燃料气化来吸热 以此降低燃气的整体温度保护涡轮 其中的代表就有SpaceX研发的梅林发动机了 它启动时释放的夸张的黑烟呢 就是没有在燃烧布完全是分解出来的产物了 另一波发动机设计师呢 选择的则是让预燃室里面的氧化剂来过量 只要舍得消耗氧化剂啊 在配合上合适的涡轮材料 依然是可以将燃气温度和氧化性控制在涡轮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而且对于使用像煤油这样的有机化合物的液体发动机而言 复养的环境反而可以避免积碳的产生 既为发动机的测试提供了方便 也为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创造了条件 代表作是苏联研制的复养不燃的液氧煤油发动机 比如RD180 由于其循环方式啊 用于冷却的过量氧化剂呢 最终也能参与到燃烧 造就了它们优越的性能 好了 还有最后一波设计师呢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边获得的灵感 居然既不用燃料也不用氧化剂 而是用水 是的 它们直接把水呢 喷进燃烧室里面来降温 你说绝不绝啊 这便是维京系列的发动机了 它们一直从阿利亚拉1号装到了4号 整整把水喷了24年 其实任何行为呢 都是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线索的 法国人往火箭里面灌水的历史呢 可以往前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了 在那枚基于德国V2火箭 所开发出来的维罗尼卡探空火箭上呢 它们就已经这么做了 作为当时欧洲的低煤液体燃料火箭呢 它的技术实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在发动机的燃料工艺方式上呢 就没有选择涡轮泵 而是使用了相对简单的挤压原理 它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 往燃料箱里面吹气了 但是它用的还不是压缩气体 而是由燃气发生器所生成的高温气体的 水就出现在这儿了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为燃气发生器来降温 这大概有点像是围绕着火箭喷嘴的那些降温管了 我实在是找不到核色的资料 就只有这张比较模糊的图片 大家将就看一下吧 它的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混合到由燃气发生器所产生出来的燃气当中 帮它们再把压力提高一些 这样再去推动燃料和氧化机的时候呢 就更有劲了 其实这个设计在50年代还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到了60年代 在已经对火箭发动机里面的涡轮泵 有了更多的认识甚至是经验之后 还继续在新研发的钻石运载火箭里面 保留这个古老的设计 就真的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不过他们是法国人嘛 所以还好吧 最后这个喷水的设计 还又被印度人拿了去 在他们为阿里亚纳项目工作了5年之后 作为交换 就拿到了维京发动机的所有技术资料 他们估计也就是象征性的倒腾了一下之后呢 就把维京国产化了维卡斯 正好是印度航天之父维克拉姆 安巴拉尔萨拉巴伊名字的缩写 所以也算是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吧 你看是不是跟维京长得一模一样呢 如今它还被用在印度的 极地轨道运载火箭PSLV 和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GSLV上面 所以如果Rocklab的电泵火箭 都可以被叫做电火箭的话 那么印度的这两枚火箭 也是可以叫做水火箭的了 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 自己手上的水火箭更香了呀 好吧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 美国的福特号与印度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似乎在向我们说明 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 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先进的航母 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 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 为什么 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 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 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 于1961年开始服役 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 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游呢 三次 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 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 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续航的里程 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在使用核动力上呢 步子都要卖的更早一些 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 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 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 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 而相比之下以前的那些裁电动力潜艇啊 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 为潜艇证明这事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 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 再来看像是现代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 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 受限于舰艇空间 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呢是有限的 少一点就七八百吨最多呢也不会超过两千吨 以二十节的巡航速度来算 只能持续开上四千到六千海里 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 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 如果给它们安排上核动力 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 当然是大大地好的 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 好那么到了航母身上呢 前面的两个问题啊 它都不是问题了 第一航母的动力系统呢 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嘛 第二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 续航焦虑在它这呢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比如二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斯基与中突岛基航母 可以分别携带六千与一万吨的燃料 十五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两万海里 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硬级在携带了八千吨燃料后 能够以二十节的速度续航一点二万海里 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核动力的无线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大 而且无线续航对于航母来说更像是一个伪命题 原因有二啊 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就真的完事了吗 没有啊 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 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 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 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 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 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 也免不了要每个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 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 对了啊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 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 第二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 不会嘛 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 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 于是无线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 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是不是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 你核动力航母的无线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 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 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一次 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 只有一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舰 和一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护卫舰 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 秀肌肉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无线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 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在动力 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余裕上 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 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 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就明显变得更高了 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 它的过路当中产生的蒸汽 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 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 在三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呢 就开始立不重新了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在三者之间维持平衡 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 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而核动力可以寄进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 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器设备吃到饱 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 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 为舰载机的弹射提高了效率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 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也可以留得足足的 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 敢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 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核动力富裕出来的电力为保电磁弹射 那是毫无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刺身好处了 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 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 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彻底消除了 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 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 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 弹射起飞拦阻所回收的舰载机模式 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 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 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 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线续航 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 与其他物资 对于拉长补给周期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最后它军费多 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 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 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 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 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算下来 就算是财大七处的美国人 都是咬紧了牙关隐撑着的 那军费只有它十几分之一的英国 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 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 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舰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 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 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派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 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 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 容错的弹性还很低 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 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到重来了 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 比起来难度明显上升 又贵又不能完全自处 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 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 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派女王号完全够用 首先它没那么大 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 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 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 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 并且看起来都能够实现其目的 没有更好 只有恰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